昆仑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河流的源头之一 是凸显不同时代中央政权管辖边界扩展 多民族阻迈追忆和中华民族不断凝聚的象征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作为长期研究民族学、宗教学的全国政协委员 鄂重荣建议 应进一步挖掘昆仑文化和黄河文化 或将昆仑文化纳入县政打造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 打造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乡愁 因为从这个历史上以来 包括历代的帝王 有作为的政治家 还有这些师人、学者等等 他对黄河源头的追寻 他是有一种中华民族的寻贞的情节所在 包括在当代海内外的有些华人 包括港澳台的有些台胞 他们纷纷到马多 还有格尔木 都有这种寻根的这种势力 正因为就有这种根的这种情节 代代相传 然后我们中华民族也就是这样 世代传承而发展的 当然黄河文化里边也有很多精神啊 包括像黄河一样 他也懂得柔 当他力量这个壮大以后 那是无间不摧啊 还有知水文化等等 鄂重荣表示 黄河流域分布的文化遗产空间跨度大 遗产体量多 地域文化复杂多样 处在系统保护难 统一产事难 综合利用难等问题 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中 因更好的把握增进共同性 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处理好黄河流域 不同特色文化带之间的承接与兼容 推动沿黄河流域相关的热贡 格萨尔 羌族 河黄 陕北 河洛 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深度衔接和融入 提升咱们青海的这个知名度 应该是要有一种全球视野嘛 然后青海不仅仅是在生态 在自然生态方面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影响 还有在这个文化上也有产生出这种辐射啊 影响的这种作用 然后进而呢提升我们青海各族人民的这种文化上的自信 铸就新时代的青海文化民省建设的一个新辉煌 此外 鄂重荣建议在建设黄河文化公园时 因创新展成方式和表现方式 把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走廊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沿学体验空间 黄河沿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引擎 鄂重荣认为要支持延黄九省区 共同发起轮流举办世界大和文明论坛 黄河文明国际论坛等研讨会 打造世界大和文明学术文化交流平台 推动黄河文化走出去 将世界著名河流文明引进来 让世界读懂黄河故事 读懂中华文化 读懂中华民族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